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替我们把关的 要为大家介绍到的 就是我们今天四位出题大来宾 首先第一位要请到的 就是法律实施联盛律师事务所的 张静晴 张律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律师 很多人听到法律实施就说 我大学不是只有法律的 那法律实施一听到就会很害怕 应该要害怕吗 不用 不用 我们一般这些我们提供的问题 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希望 大家能够很顺利地过关 所以没有刁难的这个意图 所以不用担心 所以大家放轻松了 平常心来参赛就好了 现在我们要来为各位呢 欢迎到的就是 许诗深夜集团的林副总 林副总您好 主持人好 晋级的这些来宾 还有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大家好 我许诗深夜集团 William Lin 我觉得我今天会翻身 哦 怎么说 新的一季开始 每次都是 大家都很怕健康养生 可是今天这个世慧玲呢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 非常非常有这个聪明 金头脑 真的 我相信我会翻身 不一样的 然后呢都是帅哥美女 对 都跟这个林副总一样 也是你也是帅哥美女 皮肤也是很赞 你们今天应该会插出不一样的火花 看跟谁插出火花 大家就拭目以待继续看下去 谢谢林副总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呢 90年代大家 这个90年代之后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找他 哪里旅游最好玩 哪里的优惠最棒呢 当然是要找到我们风铃旅游的负责人 唐九丽 Julie姐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参赛者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Julie唐 唐九丽是风铃旅游的董事长 我们平常都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虽然参赛者现在是非常的年轻 可是我相信书读的也很多 而且大家都是从国外来到美国 你的万里路也是到了这边来 所以我们的旅游人文这方面的话呢 应该是难不倒你们的 好 谢谢 谢谢Julie姐 那如果呢 大家觉得说 有法律时事我有点害怕 健康养生我不在行 旅游人文我没把握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个题库 因为呢这个题库呢 就是生活常识 请到的是 东森美洲电视新闻部的副理 吴忠果 吴大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心中 只有一个老 那就是金头老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洞 那就是果洞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灵 那就是四惠灵 还有我的心中还有一个四 那就是生活常识 大家一定要选我 保证大家送你过关 掌声鼓励一下 但是呢这个选我 我先来Clarify一下 选他呢 是呢这个出题大来宾 选他 制作单位不要觉得呢 这个林雅丽齐 下一季的主持人呢 找了吴大哥了 我现在有点担心 我可没有他那么多的顺口溜 吴大哥谢谢你啦 今天呢也要这个 请你帮我们呢 出一些呢这个生活常识 而且呢是跟趣味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这边呢要再一次提醒呢 我们今天的三位参赛者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我们今天哪一位呢 率先获得四分呢 就可以成功的晋级 而我们有八题的题目 所以呢 八题问完了以后 哪一位呢是最高分的话呢 相同也是可以直接晋级的 那么呢 我们的第一位 我们的Mervin 刚刚呢是第一个答对呢 我们的估价王的 所以呢 现在你有优先选题库的权利 四大题库你想要选择的是 旅游 旅游人文 Julie姐请出题 你非常聪明 好 请抢答 好我们的Mervin 请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加拿大 为什么 这也是感觉 OK 加拿大 好呗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 是不是正确解答呢 Julie姐 你答对了 哇 加拿大 它到底有多少 加拿大呢 有差不多是 二十万两千零八十公里 那平常我们在讲 俄罗斯大概只有三万七千多里 如果是中国的话 只有一万四千五百公里 最后呢 印尼是五万四千七百一十六公里 所以的确加拿大的海岸线是最长最长的 好 谢谢这个阶段 Julie姐呢 也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了 恭喜Mervin 而且能不能看到哦 90年后的她呢 不慌也不忙 而且呢 相当专业相当淡定的答题 Henry Marine 继续加油了 现在呢没有关系 慢慢来 帅先获得一分的是Mervin 接下来 还是呢可以从我们的三大题顾 生活常识 健康养生 法律时事 请选择 选一个 生活 生活常识 吴大哥请出题 好 大家听清楚了 家里面如果有装有中国式的这种抽油烟机的 你们三位当中 如果家里有装中式的抽油烟机 可以这一题 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请问你们 哪一样物品是属于最能够轻松清除 中式抽油烟机里面的污垢的 第一个是苏打粉 第二个是玉盐 第三个是刮胡泡 第四个是婴儿油 请讲答 好 我们看到的是一号 Mervin 又讲下来了 你的选择 苏打粉 为什么 这个以前我帮我妈妈好像有过 你有帮就是自己家人清理过 我帮他拿过 帮他拿过 你确定他拿的这个过程他没有要来做饭吗 没有 在清洁 在清洁的时候 而且苏打粉好像啦 常常听到有清洁的作用 是不是正确解答呢 吴大哥 对不起 答错了 爸爸拿错了 来 2号 来 我们的Henry 请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2 预言 是不是 预言 好 预言 是不是正确解答呢 吴大哥 答错了 预言妹 预言的来泡走的啦 好了 Marie 现在呢剩下两个选项了 你这个是你的策略嘛 直接呢让这两位 然后接下来就来个2选1 2选1 接下来呢 你觉得你会想要选什么 请告诉我们 5 4 3 4 4 婴儿油 babyoyo 为什么 以毒攻毒 你觉得婴儿油是毒啦 都是油啦 都是油 所以呢这个油对油 应该呢是可以清洁 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 吴大哥 对吗 恭喜你答对了 就是呢用婴儿油 而且呢长得很好以毒攻毒 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学到了啦 现在先不要清理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之中 好不好 大家先冷静 没错就是用婴儿油的方式呢就可以做清理了 现在呢我们的第一组还有第二组呢 已经各得了1分 中间的Henry 要继续加油咯 好 Marie那么接下来呢 你可以从我们的两大题固之中 选择我们还有健康养生 以及法律实施 健康养生 健康养生 林副总请出题 这一题非常适合你们世慧林来答 那么 健康养生呢 就要常常使用花旗生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花旗生的这个好处 但是是讲 下面哪一个答案呢 不属于我们平常在讲 花旗生的好处 不属于喔 花旗生的好处 第一个 提高免疫力 第二个 调节中枢神经 第三个 促进血液活力 第四个 增强视力 请抢答 好 我们的Marie 四 增强视力 因为你坚持增强视力 一定要用Vision Smart Center的产品 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是增强视力 嗯 OK 是不是呢 林副总 恭喜你答对 对 真的答对 你刚刚 好啦我是开玩笑 可是你自己本身就知道吗 还是真的也是乱猜的 没有 就花旗生的话 广东人经常会煲烫 是 然后就是活血啊 一些就是功能的话 大概都了解 哦 我们来验证一下 刚刚的Marie讲的 可不可以提我们补充一下 林副总 所以我就说这个题目 非常 非常适合世慧林来答这个题目 因为你们非常理解嘛 是 花旗生最多的好处 就像我之前也讲的 他最好的部分 是在他的人生灶带 人生灶带跟他 那就是会提高免疫力啦 然后呢 就是有增强中枢神经 促进心血管的系统啊 那么促进血液活力啊 补肺降火 养胃神经 这都有的 但唯独就是我们比较少去谈到 对于视力有保养 是这样的部分 是这样的 好了 现在大家也学到了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 增强视力的部分呢 并不是呢 我们这个花旗生的强项而已 所以呢 大家呢 继续加油啦 好 那么呢 现在我们的战况呢 Marie呢已经有两分了 那么呢 非常厉害的Mervyn 还是有一分 Henry 继续加油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答的就是呢 有关于我们的法律实施 张律师 请出题 请问在离婚手续中 是如何计算子女的 福育金 也就是child support 选择一是按比例 选择二是由法官裁定 三是电脑程式 四是以上皆非 请抢答 好 来我们的Mervyn 已经按下来了 我选二 法官裁定 为什么 因为法官会做出一个很 很好的 就是很优秀的一个决定 OK 所以你应该要把这个责任 交给法官 有法官裁定 好像有一点点道理 张律师对吗 对不起 答错了 来我们的第二组 还有第三组 请抢答两位 好我们第二组 Henry 是 以上皆非 好 请问一下是正确答案吗 张律师 对不起答错了 哎呀 你看看Marie 你这一招也不错 对不对 先守后攻 来现在呢 还有两个选项 按比例 按比例 不是用电脑程式 电脑程式听着太假 不是就是按一个扭 然后电脑跟我们讲 就照着他走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按比例 OK 张律师 对吗 对不起 答错了 哎 你看正确答案是用电脑程式 有趣了吧 好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张律师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可以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说是 就是所谓的best answer 就是说其他的答案 另外三个答案 也不是错的那么离谱 但是最正确的一个答案是 电脑程式 因为加州的法律的 超support的计算方法 就是有一个电脑程式来计算 然后就是按照父母双方的收入 还有他们跟孩子在一起的 就是监护的时间 直接用电脑计算 那这个电脑计算是全加州 都要用同样的一个电脑程式 那法官当然可以 他有一些权限可以 改变这个电脑程式计算的方式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要有一定的理由 法官才可以改变这个计算的一个结果 所以基本上 一般大概95% 以上的按键 这个超support 都是由这个电脑程式计算出来的 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也学到了 我刚刚呢 我老实讲 我自己啊 我也觉得应该不会是电脑程式 你怎么样想都不太可能是电脑程式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 金头脑节目 珍贵的地方 大家可以一起学 所以这个电脑程式 是要统一的 对不对 对 当然有一两个variation 就是说 它是一个计算的方法 那当然有不同的工程 它是用同样的这种计算程式 那可是最有名的是叫做Diesel Master 基本上一般的法庭 他们用的就是Diesel Master 是由这一个公司 所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程式所计算出来的 学到了 好了电脑程式 谢谢张律师 谢谢 很客气 好咯 刚刚的那一题呢 大家呢还是安然过关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题呢大家都答错了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战况呢 还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呢我们现在呢 四大题库呢又再一次打开来了 那么我们刚刚呢是Marie呢她选择的 所以现在还可以呢再请Marie呢选一个题库 我们现在四大题库已经全开了 所以呢你可以任选一个 你自己有把握的 生活常识 生活常识 吴大哥请出题 第二轮开始了 听清楚 以下答本童话故事书 在中国是列为禁书的 答案一白雪公主 答案二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答案三灰姑娘 答案四是小红帽与大野狼 请想答 好我们的Mervyn 这一题真的很难 可是很有趣耶 2016年金头脑要开始咯 这一次我们每一集将会送出最高奖金 一千元 免负总冠军 开评把群星2016 Prius 开回家 准备好接受我们的挑战了吗 估价王 错误的估价吗 五组来宾同意这个价钱 智慧王 两局两阵子 五局三线 五 答错 四十三续把是不是 恭喜你答应 抢前往 请出题 你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报名吧 全新2016 Prius 开回家 2016金头脑由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许世森业集团 丰林旅游 Vision Smart Center 世慧林 联盛律师事务所 赞助博出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 指定模特尔Tina Modeling 首席荣誉赞助 赛普特精品电视 您好朋友 赶快报名 他回来了